在这个讲究面子的社会 人们为了维护自我价值 坚守了体面的生活 却独自在暗地里 品尝寂寞 一辈子 有多少事可以重来 一生中 有多少人才让你心动 当固有的观念被颠覆 泼露在众人眼里的 究竟是一场闹剧 还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晚上好 我是然然 让我和你分享 一封写给母亲的情书 和一段 想象眼光的爱 我爱你 我也是 给 怎么可以一口气 说这两件事 以免说你爱我 以免这样伤我的心 Will是一位外科医生 居住在返华的纽约城市 通勤 上班 下班 是他每一天的日常 而他的母亲 却总是担心 他会嫁不出去 所以三不五时的 就带他去参加相亲聚会 在沉闷的舞厅里 他心不在焉的 射出张望 目光删那间 被一个盘子卷法 伸穿一身礼服的女孩勾走 女孩的眼里闪着亮光 朝他微笑 让他有些害羞地撇过头 你很害羞地撇过头 你很害羞地撇过头 我不是很害羞地撇过头 那是很令人的 次日 他在工作的间隙 来到贩售机前 购买午餐 在懊恼着没有硬币 而那晚遇见的女孩 出现在他身后的楼道 他滑稽的模样 捂出安放的双手 都在彰显着他的慌张 女孩将硬币递给了他 正式打了招呼 完成昨晚 为开始的对话 下班回家的他 还会从中午的邪后中 喊过来 就说到了一个震撼的消息 守寡多年的母亲怀孕了 还对孩子的父亲 绝口不体 怀孕的事传到街坊耳里 变成了不堪言状的丑闻 面对众人的嘲笑和恶言 外公觉得颜面少地 把母亲的东西 连同他 一起赶出了家门 不跟这个孩子的爹结婚 就永远别回来 无家可归的母亲 投奔到他的住所 让他原本平淡的独居生活 瞬间有了起伏 这天又到了午餐时间 他来到了熟悉的地方 却发现贩售机上 多了一封信件 这显然是那位 拨动着他心弦的女孩 留下的约会邀请 看见信件的他 不轻易地扬起了 那酒味展现的笑容 当晚他准时赴约 怀揣着小手和内心的紧张 在门外等候 而他在表演结束后 一眼就瞄到了 那个胆怯的人等候的身影 两人眼里流转着暧昧 缓缓地走近彼此 他们一起逛街 一起聊天 熟悉着对方的一切 又这时才记起 原来他们早在19年前 就有过一面之远 如今缘分悄悄延续 牵引着两人 缓缓靠近 微妙的灯光 昏暗的脸庞 两人视目凝望 最后 他们开始了甜蜜的约会 而他却害怕 在公众场合 和自己的爱人 表现亲密 上路时 没牵起的手 和篱笆浅 给不了的那个吻 都在提醒着他 眼前的人 不是一个勇敢的爱人 相信我 我一定会在那里 他答应了出席 晚上的生日派对 然而 忙碌的工作 接踪而来 他忙于奔走 在各个手术中 回过神来 已是午夜时分 他匆忙地赶到 约定地点 望着眼前 失落的爱人 为了弥补这一切 他没有回家 陪伴母亲 而是用一整夜的柔情 来温暖 他即将冰冷的心房 翠日回家 母亲因为怀孕的事情 受到了姐妹的疏离 对着她 闹起了脾气 而她觉得是时候 为孤单的母亲 找一个伴 于是 安排了各种 相亲聚会 角色互换的两人 互相体验了 各自的感受 风韵牛纯的母亲 打扮起来 相当迷人 他完成任务般地 附了一个 又一个的相亲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 让他为之倾心 最后 只能无奈地接受 外公推荐的周先生 切忆的午后 是两人都柔情蜜语 他享受着 这份纯粹的宁静 而他却认为 这是一段 握在黑暗里的感情 最终 他只好让爱人 以朋友的身份 到家里做客 母亲对于他的性向 早就心中有数 却也默契地 从未提起 也许 比起戳破事实 当初每一回事 更能让人心安理得 最后的日子里 他获得了 到巴黎发展的机会 这意味着 他会到远方 开启新的事业 与生活 让他离开爱人 不是一个轻易的决定 这时 父亲察觉到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 经过一场对话 他明白自己 不该是爱人 犹豫不决的理由 是一起走 还是放手 他做出了 让人不意外的选择 他开始逐渐变得冷漠 毁避他的每一个问候 与接近 公园上的长凳 隔着一端的两人 心中的距离 远比长凳的距离遥远 太阳装着不在乎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没有追逐 没有挽留 回到家的他 悲痛难忍得 向母亲 含白了自己 我也是 gay 我不是个坏母亲 我的女儿不可能是gay 那我可能不该是你的女儿 爱人的离去 外婆的离世 和母亲的疏远 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 让他感到身心疲惫 今天是他母亲的结婚之日 但他却没收到邀请 那个在地铁站 频频出现的小鱼 让他帮忙将中药 转交给他的母亲 他不以为然 却在回家之后 发现药包里 藏着一封信 信件里的内容 让他赶到婚礼现场 阻止母亲的婚事 一切真相水落石出 母亲的爱人 是一位年轻的小伙 婚礼演变成一场闹剧 29年前 母亲一位负命难为 嫁给了不爱的男人 如今 她终于鼓起勇气 为自己再活一次 母亲的释怀鼓励着她 她匆忙地赶到了机场 看着即将登机的爱人 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 但她还是办不到 她始终在意着 这个世界的眼光 眼看着她 走过漫长的走廊 远远的 消失了在她的生命里 三个月之后 同个地点 同样的人 她还是在一瞬之间 就抓住了她的目光 但这次的她 杀了隐忍 杀了含蓄 两人凝望的视线 穿过茫茫人海 落在彼此的眼角 能不能走开 要来跟她跳舞吗 到家里 凶了 海尔 海尔 这一刻 我们都不要无畏的面子 不要胆怯的顾虑 只要眼前深爱的人事物 无论现在的你 在人生的什么阶段 只要你愿意 你就有重新开始的机会 如果你喜欢我的同志影片解说 记得订阅关注并且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晚安 晚安